台中第六選區立委黃國書 前年十月坦承 曾在戒嚴時期 被吸收為情治單位的憲民 並宣布退出民進黨 退出立院黨團 不參加2024立委選舉 謝謝大家 謝謝 隨著國民黨的新生代 市議員羅廷偉 去年底在東區和南區 以最高票連任成功 來勢洶洶 被認為最有可能 為藍營拿下黃國書的這一席 讓國防部前部長蔡明憲 憂心忡忡 六號號召二十多個民間社團 力挺黃國書連任 黃國書十三號中午 則在臉書表示 他要為當年犯下的過錯 再一次向社會深深道歉 將遵守承諾 不再參選立委連任 也且民進黨中央 不用為他特別考量 依照既定的初選提名機制進行 這也讓綠營的台中市議員 將趙國和黃守達成為 最被看好的接棒人選 主要的接觸面還是中西區比較多 那東南區的一些地方聲音 我覺得我必須要再更仔細的去了解 來做判斷 最晚的話 我想在臨時會結束之後 我應該會有個明確的決定 我一定會和國書委員 就是就如何來整合 我們中西東南區 民進黨或是本土陣營的支持者 去做一個討論 然後再做出一個決定 民進黨台中市黨部也說 二十號到二十五號 將開放立委參選人登記 黃國書的不參選聲明 不只牽動綠營在台中第六選區的 立委保衛戰 似乎更讓民進黨內戰提前開打 華視新聞警告楊文尚宵夜 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